字幕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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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我,投資多大 為了這個節目,我特地去Apple買回好一點的 headphone 和收音 但是這些沽寒鬼 字幕翻譯 這是原裝的 也是299 也不是的 但是你用到嗎? 我暫時找到這個 headphone 因為我想多一個 backup 如果之前用了一個單機 用不了的話 如果我約了你們錄音 但我的 headphone 弄不了,會影響進度 所以我通常都有 plan A plan B 這些就是我們老人家做的 才會這樣 其實以前已經養了這個習慣 不過以前不花錢 以前也很花錢 以前也很花錢 以前也會散到 而且以前 那不關老師的 你的性格是這樣的 你是在影響身邊的人 因為你覺得每一樣東西都有危險性 你看回我們前幾天 節目說你以前做Radio的時候 你出國 你都會叫我 就算你已經給了我一套東西 你都會說 你安全一點 你自己 backup 你都會叫人家說 是的,我危機感真的很重 因為我們始終還沒有去到 我和阿錦一起去一個 home studio 錄音 所以我覺得 一點錢也要花的 讓大家如果在 broadcast YouTube channel 多點訂閱的時候 我們真的可以開始有一點進場 我們就可以有 home studio 一起做節目 沒錯 如果你現在還未訂閱的話 趕快訂閱 因為有三個平台一定要訂閱 第一 就是我們的 broadcast 你可以到Apple的 broadcast 找我們這個節目 另外 當然要去我和阿梁先生的YouTube channel 除了要訂閱之外 記得打開小鈴鐺 有新片 第一時間會當時 是的 最重要的是 很少YouTube的朋友會這樣說 你們訂了月就可以了 不用看也可以 哈哈哈哈 我們要計算下方的like數 因為他會一直推 你越多人看 他就會越將你 因為YouTube有個機制 就是你多人看 或者你的時間夠長 他就會放在每個星期 所謂的排行榜高一點 所以為什麼有些YouTuber越紅 為什麼他會上片上得密一點 因為他每天都要佔據那個榜的位置 哦 那我們算是這樣的 我講一個對話 就是你除了訂閱之外 其實你開了不看也可以的 那條片 可以繼續開就可以了 那條片 對啦 就是好像那些 你當蕭冥強那樣 笑了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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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現在我發覺有些身邊的朋友 尤其是在家裏工作的人 他可能會開了YouTube 因為以前你開YouTube大部份的節目 都真的你要看的 你就要停下你手上的工作 但是我們的節目就不同了 那個好處呢 雖然你有空你可以看一下 但是你把它縮小包裝 你把它放在一個角落 你照做你的事 它不會影響到你 就是了 我今天是想說一件事 我不知道會不會講兩集 我盡量不會 因為我也不想兩集分 就是一個題目分兩集 出的 但是呢 如果太長的話 我也應該不會分兩集的 因為我做不出的 因為呢 早幾天不是說過 這些偷懶DJ 懶惰DJ 懶惰DJ的特徵 我現在呢 有時候聽收音機 聽過一些娛樂節目 Radio 他們夠膽死 將一個歌聲訪問 斬五日出的 五日? 但他訪問幾長 會不會每次訪問只有十分鐘 對啦 每次十分鐘 但是呢 真心地說 聽眾真的不想知道 那個歌手 五日不斷說那首新歌 其實 可不可以想一些 另一些方向 還有就是 可不可以勤力少少 約嘉賓 雖然你可以有 excuse 就是說 現在沒有什麼歌手 出唱片 和出新歌 那你可不可以訪問其他 演藝界的人 不只是歌手 即是不要將一個歌手 我訪問阿錦 五日出的 除非你告訴我 那五日是不同的角度 譬如第一天這個歌手 分享他飲食文化 第二天就分享旅行 那這個題目是完全不同 第三天就是唱片 第四天就演藝 我都覺得 勉強可以接受的 他們是說到 好像是說 很深入探討那首新歌 要介紹五日 我心想 懶你便懶 如果讓余珍當年聽到 炒你 不過現在余珍當然不管這些 那你已經爆了 是商台節目 沒有錯 真是很懶 真是很懶 現在主持人和監製 為何會容許這些事發生 搞得大家都很想聽聽 究竟發生什麼事 不會的 你不會想聽的 你會想死的 但大家看到我不斷按電話 因為我在看 我現在要說的事情 我想說 我當年四年前 有西藏的探險之旅 你很大膽 你這些怕死的人 因為西藏 我有個髮型師去過西藏 那次去完之後就和我分享 他說經歷是 驚險得來 是值得的 他覺得人生怎樣都要去一次 因為我到現在都未去過 他就說 為何人生為何要去一次呢 因為你會 他身心靈呢 都得到很大的啟發 第一 他有宗教信仰 所以他會更有感受 還有呢 因為每一件事 你都要靠自己的身體 因為你不可以 譬如我們在大都市生活 我們有很多事情 可能你會透過 如果很遠的地方 你就坐車 或者你餓 你可以隨時找到食物 但是去到那裡 你的路程當中 你要準備的東西多些 而且你會感受到大自然的威力 而且你會感受到空氣的欺薄 沒錯 原來人類很渺小 你可以隨時走走走 就沒有了生命 你又會開始學會珍惜生命 那我聽完之後 都很值得一去 但我不知道我能否跟老婆 因為她身體未必能承受得住 不要了 不要去 沒有什麼事 其實真的不要去的 就是你想要今天介紹 大家不要去的地方 就是西藏 不要去西藏 我開始 是的 因為現在社會大氣候 更加不適合周圍去 是不是 但是你說說 個人經歷 真的要說 因為西藏之旅 話說在2016年 四年前 咦? 11月的時候 我真的四年前 就快 是的 發生的 話說我有一個 小小的工作 要去拉薩士 幫人做一些幕後的工作 其實如果大家不相信 就以為 你一定是被人包 對 你就當我被人包 哈哈 把他包去拉薩士 會不會太遙遠了 哈哈 2016年的時候 拉薩士應該那個紙幣值很低 不是 有一個拉薩士的婦婆 覺得想玩一下叔叔 但是樣子又像童顏叔叔 是的 他覺得很開心 又會說泰文 哈哈 哈哈 反正他也不會說西藏文 說泰文也沒有人 這個拉薩士的婦婆 就覺得想玩些童顏叔叔 於是在香港搭路 就找了這個死的小明星仔 是的 因為他的婦婆又有閒 所以就只能找到梁先生 是的 這些爛鬼 那件事好像真的一樣 是的 這些爛鬼明星仔 當時又沒有什麼工作 覺得 那個婦婆也給得起錢 好吧 於是我就去拉薩被人包一段時間 就是這樣 就開始做這個被包之旅 那我就趁機就和兩個朋友一起去 就這個去珠峰 去探險和挑戰自己 是呀 你上到珠峰嗎 是啊 但是我當然沒有爬上去 我是坐車去 去到附近 這樣遠望而已 哈哈 整件事是這樣的 哈哈 就是那些 你這些就可以做主題 說了 就是梁子希 踏上珠木朗馬峰 就是那個主題就是這樣 但是 是呀 我遠處 山腳那邊看到高峰之後就走了 是啊 那個遠望是等於在維園 你看過去 尖沙咀 對面海 是啊 就是 你完全沒有經歷過 不是 都要很遠才去到那個位置 你明白嗎 是啊 好一點 首先 我當地其實在拉薩士有個朋友 就是開咖啡店 小咖啡店 是一個香港人來的 你應該都認識的 因為他做很多訪問 我也是因為做訪問 我訪問他而認識 那我見到既然 既然他都在那邊 有多個照應 我更加安心 沒錯 就是他答路我給婦婆包 哈哈哈哈 他就是傳說了扯皮條 是嗎 是 人家就得到你不少 人家又在那邊這麼用心做事 你說你是扯皮條 他回到香港了 他回到香港了 他賣了給人了 咖啡店 是因為可能政局的問題 我去之前當然要問他很多意見 還有什麼 我要小心 首先大家都知道 最重要的是 在香港在飛之前 吃一些抗高山症的藥 有兩種 有兩種 如果中藥方面 如果我沒有記錯 我先看看資料 我怕會說錯 中藥方面有一個叫洪景天 或者是自己人名的中藥 西藥方面是一個D字頭的藥 如果去過西藏的人 都會知道 吃一次還是怎樣 一次過吃完 因為中藥是要調理的 對 紅景天有些是膠囊的性質 有些好像沖飲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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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飲 最好就是你去之前吃半個月 這樣說 對 去之前吃半個月 紅景天有 即是你開始把自己的身體習慣的感覺 對 抗高原的東西 你有身體的能力才可以 另外 西藥方面 因為你也知道我是偽鬼仔 我最後當然選擇吃西藥 於是我就去找了一個做醫生的朋友 我問他 他說你配了 但是這個配方 D字頭 D字頭 這個配方 這個西藥是要醫生簽紙才可以去藥房 即是要醫生紙去開 你才可以買到這些 對 這個你就要出發之前 不知道前三至四天 去到拉薩的時候 每天都要吃 我忘記了半粒還是一粒 但是吃完之後 網上都有說過 你身體會有一點反應 就是腳 會 好像被藝牙的腳臂 是嗎 對 就是一般的 對 他就說這個是正常這個藥的反應 但是如果你吃了的話 就沒有高山反應 或者沒有那麼多高山反應 對 只是被藝牙而已 對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說過 因為我去之前很多人有警告過我 你真的去嗎 你已經四十多了 我有些朋友五十多六十多歲去 就是貪懶是冒險精神 球鬼奇吃了一兩次洪景天 就以為自己搞定 去到拉薩市 磨磨磨尿 心臟病發 那沒有時間 對 很多朋友是在拉薩市要入醫院 要睡 這個我也知道 我也正常說 有很多人 例如我自己做運動那些 其實更加不適合 更加要多時間去準備 因為我們的費用量太大 我們本身需要的氧氣 你搶不到就會出現高山反應 對 於是我在那邊開咖啡的朋友就教我 你最好計劃就是這樣計劃 雖然網上都有教 我親身經理就說 因為你香港沒有直行去拉薩市 他就說 你隨便找一個地方 譬如去武漢 哪裏都好 然後再轉機 那時候我是去了武漢 但武漢肺炎是不關我的事 因為是四年多前 他就說你在武漢轉機 譬如你選了武漢 你在武漢先睡一晚 睡醒 先去搭一個十點多的飛機去拉薩市 因為都是兩三個小時的飛機 但那個好處是什麼 即是因為武漢都屬於高高地 還是什麼原因 不關事 他就說不要一下 因為你是不是也要去其他地方轉機 除了可能有些人坐火車去 更加長時間的話 他就說你讓自己休息一下 不要一下 譬如有些香港人很搶 我今天現在去武漢轉機 而在武漢直接就立即搏機去拉薩市 即是他叫我不要這樣搏機 是要睡一晚才去 因為他說你這麼累的話 會去到拉薩市可能會辛苦 即是已經辛苦了 因為拉薩市 因為拉薩市雖然未去到珠峰這麼高的海拔 但也是正常的海拔 他的海拔已經比一般的海拔高很多 他就說你被自己充足休息了 睡了一晚才轉機去拉薩市 那去到拉薩市的時候 你會覺得 我的空氣真的有些不同了 你感受到的 感受到的 但就沒有什麼 我覺得 我有少少頭痛去到拉薩市 但你去到拉薩市 當然不要馬上轉那些車上珠峰 你會死的 他就說你去到拉薩市 你先玩兩至三天 讓自己適應了高原地帶 那你就當旅行一下拉薩市 準備一下心情上珠峰 於是我跟兩個朋友 當然我也要服侍有婦婆 晚上就沒有期了 只剩下下午 真是精進人亡 又有高山症 但又要付出很多 我也想問拉薩市 可能對於未去過的人 是一個問號 其實有什麼特別之處可以玩 因為你也要玩兩三天 今集的題目可以叫做鴨到西座 我們現在想到了 麻煩Ivy幫我們寫下 做鴨到西座 拉薩市其實 咦?你們沒有去過的話 需要看一個驚奇 這個地方 其實都是相當繁榮的 其實你覺得自己去到深圳 沒有分別的 那時候 是啊 有超級市場 當然沒有商業大廈 沒有很偉大的商業建築 但是也是有高樓大廈 有正常的食市 即是西餐也有 麵包店 香港的麵包店 在那邊也有 算是一個小城市 是城市 但是當然會落後一點 始終香港 香港的大家 因為我在聽這個名字 我以為是那些已經開始 因為你又說到高海拔 我以為已經是那些 比較鄉郊的地方 可能他們只有平房 然後可能他們的小店多 就沒有什麼 像你說的去到西餐廳 我以為沒有了那些 不是啊 我就是以前 以為好像你這樣想 還沒去之前 我去到那兩三天 就跟那個 在那邊開咖啡的朋友說 咦?真是一個城市 難怪你可以在這裏住這麼久 因為他在這裏 那時候已經整個十年了 是啊 他整個青春都在那裏 他是一個很特別的人 所以沒什麼特別的 其實是拉撒撒 但是譬如 你要吃的東西 譬如你想吃 可能是一些 印度食物多 因為那邊 就多 大家喜歡 他們吃的東西 有點像印度人 餅 醬汁 對 對 所以我記得 我現在看一些片 我去到那時候 還很厲害拍了一條片 就說自己沒有高山症 咦?來到也OK 拉撒 這樣行 去到第一晚 其實我已經去了 布達拉公 那真的很厲害 你說去了大婆 已經去了 富婆 原來說富婆 就是布達拉公的人 布達拉公是很神聖的地方 很神聖的地方 不會亂說 對,富婆不可以在那裏居住 哦,布達拉公 這也是人生必去的地方 是不是真的漂亮 不得了呢 我可以在這段影片給大家看 我拍了照片 麻煩Ivy姐姐 布達拉公真是漂亮得爆 你會覺得 我又未至於不枉此行 因為我覺得很辛苦 不要再理 哈哈哈哈哈哈 我作為一個公子 我怎會喜歡去西藏 但如果不是因為當時沒有錢 的話 要給富婆包 所以唯有去吧 哈哈哈哈 那個地方是 你如果去到拉撒市 是必去的一個景點 是的,必去的一個景點 資料我不多說 大家搜尋 布達拉公是很有名的 然後其實我休息之後 我還是在拉撒玩了兩天 然後逛逛他們少人去的一些 很漂亮的風景的地方 而且去吃一下 先休息一下 還有去服侍一下父婆 於是乎休息了兩天之後 那是時候出發了 所以還未出發去豬豐主 有一個日程旅程,從0700上車去西藏的星湖立木槽 星湖立木槽 對,很漂亮的,大家可以看看 是湖?風景?還是山? 湖,你現在看到嗎? 很漂亮 很漂亮,很漂亮 很漂亮 我當時是這樣說的,今早0700上車 來回加上10分鐘的車程 是不是?10小時 其實10分鐘很少 記錯了,來回加上10小時 經常去蠟木槽 回程有很多碎石頭的路 你麵包車就搖來搖去 搖到你的人暈到 其實你不會有高山症 你是想吐 暈車落 你不知道是為了什麼 來回10小時只看這麼漂亮的湖? 大佬 那10小時又不是太多 所以 只有一個風景 對,所以要20多歲就好去這些地方 你老了,你真的不會浪費時間 對,但是20多歲又會廟 除非你真的很熱愛大自然 你問我如果用了10來回10小時去珠峰 我就覺得人生一個成就 我都忘了你那個什麼湖 我都忘了 什麼來的 好,於是來回後 回到女社休息 休息完之後 第二天正式上路 準備挑戰珠峰 但去珠峰的時候 其實不會馬上去的 你都會用了7小時的車程 先去日客側 日客側的地方 你就會看到一些字表 就是這樣的 看得不太清楚 還可以的 Ivy會再後補在這個地方 挺有感覺 拍完這張照片就夠了 現在只是打卡 對 但是你要搖7小時的車 拍張這樣的照片 我告訴你 你真的少看現在的網紅 我有問過很多 他們真的會願意的 即將打卡上 分分鐘更重要 整個旅程 即他們一個行李裏 可能有十幾套衣服 就是為那些打卡 即他們已經計劃了 譬如我一次去旅行 我待會可以分享 就是一次去日本旅行 有個女孩子 戴了十幾套衣服 他每天 他是一個很難的人 但他每天都會肯 朝後早起床 因為他穿著一套衣服 去拍那個神國 哇 即是價值觀不同 現在 說回我去日客側 因為我用了7小時的車程 去日客側 然後就要在當地留一晚休息 之後 第二天就要0400 要坐麵包車 開始上珠峰 其實我記得我說過 今晚要在旅館留一晚休息 旅館很高貴 適合我這些港鞋 哈哈哈哈 可以推介 你知道為什麼高貴嗎? 因為我在香港訂定的 但屬於多少個星? 屬於多少個星? 他們說自己五星 但對我來說就是三星 但比沒有好 因為你搭那個麵包車的時候 其實就是之前 你要已經是報定名 譬如你要申請 你有多少人一起上那輛車 他會好像成團 一輛麵包車 最後是有八個人一輛車 這八個人就是這輛車 司機就好像做導遊加司機 由頭跟到尾 對 有些人會幫你訂定酒店 但由於我自己訂了那間高級的酒店 是不跟他們 因為如果跟他們 他們住那些更噁心的那些 我真的不行 真的太髒了 我是會頂不住 如果我有高山症 又頭暈又吐 再加上一間酒店 如果很髒 我怕我會自殺 所以我真的不行 我寧願自己訂一間高級的酒店 所以我和我的朋友 就是唯一離隊的那三個人 其他人呢 你朋友也不跟你一起住那間嗎 不是 一起住那間 我們三個 在那輛車上來說是異類 其他那五個 別人也同住一間酒店 司機就要順路在那裡 扔下我們 或者早上就要 特意去這間酒店 接著我們一起上車 我想問你貴不貴 你在那裡香港訂的時候 那間酒店貴不貴 不貴的 其實不貴的 其實不貴的 我忘了多少錢 但是三個人分錢很便宜 就開始去朱鋒 那朱鋒 真的嚇死 很想說 是這樣的 其實這樣看過去也很近 也很近的 留意一下 我是用了來回車程 十七個小時 我以為你第二天 剛才說第二天是七個小時 去到酒店那裡 已經是去路程的一本 所以差不多坐了一天 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時 你坐了十七個小時 為什麼呢 我們選擇 因為當時有凍天 我們選擇不在那裡扎營 因為有些人在那裡扎營 那你就不用來回十七個小時 可能用八個小時的時間去到 你住一晚才離開 你看到朱鋒的日出 幸好在冬天 沒有責任 否則 父母包我的時候 要一起過夜去朱鋒 還要野戰 其中要包野戰 如果是的話 幸好冬天沒有責任 你硬吃 你去完看完就要離開 我想問你是凌晨四點出發 去到什麼時候 凌晨四點出發 一來一會 九個小時 九個小時之後 五十七八九十十十二一 即是下午時間 沒有風景看過 即是正常的下午光 即是平常 因為多數去旅行 叫你去看那些風景 是最恐怖的 一會兒就看日常 一會兒就看日落 最magic moment 你看那個moment 是很平常的 不過你有時間問題 其實你沿途那些風景 真的很漂亮 好像一幅畫 即是沿途已經正的了 但一直搖的時候 我都是心想 但要搖這麼辛苦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反而很好奇 你上車的moment 你是上車moment 因為 以我認識的你 上車的moment 你會知道 未來你有十七個小時 起碼一程九個多小時 你是在車上 你會肯上車嗎 不能不肯上車 你會被人包了 對 哈哈哈哈 還有 你一輩子一輩子 你都去到西藏 去到一半 不如完成它 說完 那時候最辛苦 我講過 不是高 那時候海拔高到5200米 好高 5200米 你記住 普通拉薩市 都二千多三千多米 高海拔 但正常 我們在維園 在香港沒有這些高海拔 所以 為什麼會辛苦 那些人 你去到珠峰的時候 五千二百米的高海拔 我覺得最辛苦 都是這樣留下我的說話 就是 是坐這麼長的車 是 我自己這裡有寫過 我也想過自己會不會 累死了 在車上 還有 頭痛死了 因為 我說這種累 好像沒有了九成肉身 只是小小知覺 是的 那個累就是 其實外表的樣子已經很差 因為我吃了抗高山藥 有口腫鼻腫 腫得好像死人 嘴唇又紫色 會早上起床 擦洗臉 是的 我那時候已經說 幸好那時候不是拍的 都不知道怎樣對著觀眾 但我想問你 整個過程當中有沒有自拍 拍自己的樣子 我好像有的 很想看 我把照片放在這裡 因為我剛才聽到你形容很好笑 口腫、面腫、紫色、嘴唇 哈哈 但如果有婦婆在旁邊 我會叫Ivy幫我負走 撿好漂亮 哈哈哈哈 因為我不可以得罪 拉薩4的婦婆 因為她想還有第二劑 是的 我可能再撈不成 我要回拉薩4的 哈哈 那接著呢 那接著呢 已經這麼辛苦 我覺得 如果你有高山症 你買了那些氧氣 是在原來吸的 哈哈 那些一瓶瓶的氧氣 是 氧氣仔 沒有用的 治標不治本的氧氣 你吸那一下 那五秒 頭不痛 你一不吸就馬上痛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一直吸的 你會死的 吸那麼多氧氣 是啊 所以那些是治標不治本的 所以之前做足功夫 吃定藥是很重要的 但是最好笑是什麼呢 最好笑的是 就是圓車那裡 整個車 都是其他 全都是二十幾歲的少男少女 有一個應該三十多歲 一個人去 去 這個旅程 去這個旅程 都是大陸人 我忘記了他在大都會生活 住的 那一條 那個男人 一下子就坐車頭 跟司機聊天 我真的很聰明 我真的經常覺得 為什麼有些人 可以由頭說話說到 下尾十幾個小時 不睡 我覺得 為什麼有些人 是不是前世 是不是 還沒說過 前世是不是 不說話死 所以今世說回這麼多 就是你十七個小時 就算七個小時 那些程車也是 他不斷跟司機聊天 我已經睡了無數次 中下 但是聽到他在聊天 我真的心想 為什麼你可以不斷說話 真的少你爸爸媽媽 他不吵 因為有些人是大聲氣 都吵的 都說話是古靈精怪的 但是這句都沒有古靈精怪 同車裡面有些二十幾歲的妹妹 都是大陸人 我忘記了她們來自哪裡 來西藏玩 那麼 有個妹妹就開始 你也知道二十幾歲很關心的 什麼鬼都不帶 或者媽媽要預備這麼多東西 我沒有留意的 那些 其中有三個女兒一起去的 有一個女兒受不了 真的在車裡很辛苦 我就給了我的藥給她吃 那些 唉 真的不要照顧自己 現在到處問人 有沒有什麼可以幫到你 那不要緊 那就是中間有些休息 就讓你去廁所 那樣的 是不是 那去完廁所 休息了一會 再上車 又繼續去珠峰之路 那些人呢 有個女兒呢 不肯上車 那怎麼辦 就是要你們完車載回去走嗎 在那裡發脾氣 說我現在自己在那裡留下 你們去吧我不去 在那裡發瘋 但是其實呢 你不能在那裡留下 難道你自己走下去嗎 那時候 你的中途已經死了一半了 那時候你矮極 我當你三千你也死了 還有人走不了 還有沒有車 可以讓你回頭 那是低能的 那對於我來說 就是我國語不厲害 還有我已經 我已經沒有氣沒有力罵人了 我已經是這樣的狀態 我真的是這樣的狀態 大家聽聲就是 唉 這樣 但如果看完youtube就是 我真的這樣 其實呢 如果我有氣力就是 你是不是低能的 哈哈哈哈 那之後怎麼解決呢 那他兩個朋友 加上司機就勸他 你快點上車吧 你不能留下 在那裡自己走的 一定要完成他了 現在在中間 大家都有罵他 拖他上車 哭到瘋了 那女兒好像被人逼他 賣他豬仔那樣 是的 然後我心裡面 自己很低能 白痴 哈哈哈哈 他媽啊 我覺得最好笑的是 你一個很虛樣 啊媽啊 那個感覺 發音都不太準確 然後 啊 乖了 我沒說任何話 我就是叫我的朋友 搞定他 拍一拍他 哈哈哈哈 最好笑的是 你下車的風景很漂亮的時候 大家先拍照 這個位置可以拍照 那些下車 唉 拍一下快點拍 哈哈哈哈哈哈 整個過程其實很難說到 享受的 我享受不了 然後呢 最好笑的是 有一個時刻 去到差不多珠峰 有時候有拉一條很大的Banner 出來 就說呢 我們已經到達珠峰了 不知道什麼什麼 最老套的事情 最珍重的 是的 不是啊 那個人呢 是他自己公司 就是他自己想宣傳自己的公司 就是這些媒體來的 那他夠膽死了 叫我跟他拿著Banner 因為他當然不知道我在香港是明星 是不是 是的 他當然不知道 啊 啊 你可不可以幫我一次拿著Banner 哈哈哈哈 我Banny老米啊 Banny 哈哈哈哈 那最後你沒有幫他 我當然沒有這麼說 因為我真的沒有氣罵人 我叫我兩個朋友 你們兩個幫他拿 我不拿 神經病 哈哈哈哈 原來我兩個朋友就很免為奇了 幫他拿著Banner 我門已到達珠峰 哈哈 你們兩個朋友都要上鏡子的 我以為左右幫他拉著 一個人在中間拍就算了 不是啊 上鏡子的 所以我更加不會幫他拍 我怎知道你放我的照片在做什麼 雖然我不是很紅 但是我不想幫你 都是那句 說完你也有富婆市場的 就是啊 就是啊 所以呢 這個西藏之旅真的很奇怪 最奇怪呢 去到呢 都是關我事的 那麼回程 回程 回程的時候呢 你就要在 就是你回程回程嘛 那你當然不是在珠峰那裡找酒店住 去到就是你上車的位置找酒店 那麼呢 我在那間酒店呢 啊 應該這麼說 我們是直接呢 車是去回拉薩的了 所以才辛苦的 啊 我呢 我就說 我就跟司機說 因為我的國語差了 我就跟我的朋友說 你叫他跟他說 我已經訂了全拉薩士 最貴的香格里拉酒店了 因為呢 因為呢 拉薩士是沒有什麼 什麼香格里拉 什麼 只有一兩間而已 最貴就是香格里拉這一間 那為什麼我要訂呢 因為呢 我一定要去一間很漂亮的酒店 去回正常的世界 唉 充滿美麗 還有睡一間好一點的酒店的床 我已經差不多接近二十四小時的煎熬了 我真是真誠 我們就叫司機我們訂了香格里拉的司機 蛤 怎麼要啊 那麼貴 因為是的 我想一般人 因為呢 說真的 我現在做很多訪問旅遊節目 大部分如果所謂 那些背包客 你們也是 算是 算是 對 對 都要感受別人最 最重的那種 尤其是你去珠峰 去拉薩士這些 我相信他是想感受當地文情 多於說我要享受 因為 絕對不是享受那兩個字 但是你偏偏享受 那怎麼樣 什麼啊 我就是最後 因為我也要回去的時候 你讓我住一晚舒服一點的 我第二天呢 就要走的了 對於一個美好的回憶 對於一個少爺來說 我還不住回香格里拉 還跟你捱Hostel嗎 不是吧 不是吧 你這個鋪層應該加香格里拉 應該慢慢的 行不行 我的樣子是這樣的 衰到 聽不懂 我靠了在一個 massage 的地方 在香格里拉 他的 massage 是怎樣呢 他這間房間 不是有人幫你 massage 而是給你 他有充足的氧氣房 他整間氧氣房 他裝修到好像那些按摩店那樣 那你就可以自由進去 有很香的香味 吸他們的氧氣 整間叫做氧氣房 就是可以進去 進去之後呢 那又有很香的香味 好像有 massage 的感覺 那你就可以自己回到房 即不是有人幫你 massage 是氧氣幫你 massage 是像 massage 的地方 我說錯了 不好意思 是一個氧氣房來的 然後我第二天就搭早機 去好像武漢 再住一晚 再回到香港 所以這個整件事就是 我覺得呢 對於我來講 就是 我奉勸那些 四十多以上的人 不要挑戰自己去西藏 即是呢 我覺得不值得呢 這樣捱身體 去看一看這麽漂亮的風景 我都知道這風景真的很漂亮 但對於我來說 可能我價值觀是 只要上網看都可以 這風景 頂 要不需要捱到這麽辛苦 自己搶一些呢 嘩 不要說死 而是辛苦到真的 你有幾何去旅行 真的不行 你跟他講 即是每天都是這樣 OK 你覺得靜不靜 所以是誇張的 因為 你問我呢 我覺得有些風景 因為我和我老婆都很喜歡大自然 我們這幾年 都有時候去旅行 我們都會選一些 不是大家說 一定要去的地方 但是我喜歡 那一下的時刻 就覺得要去 但是你去到 如果你這個狀態 因為你牽涉到 你享受不了 因為譬如 我怎樣去一些 漂亮的風景也好 我可能當晚的酒店 或者我當晚的住宿 或者當日的飲食 是滿足的 那我拍了一個漂亮的風景 就算我坐三個小時 我也覺得OK 但是你那個虛脫的狀況 不如我們這次的YouTube的封面 就用你其中一張 即是口腫、面腫 和紫色嘴唇的 做封面就算是好 不要拍其他照 我要尋找尋 我很好看 我要尋找尋 因為你剛才的樣子 我懂得到是很辛苦 如果旅行去到這麼辛苦 是不是值得呢 我都會打個大問號 因為有很多不同的美景 有些人會說 那你預料的 如果你要享受 當然不是去拉薩、西藏 去一些度假的地方 人生當然不是一輩子 人一輩子一輩子 要去挑戰一下自己的 但是真的 其實四十歲以上 不用挑戰自己去這些地方的了 去享受好過 因為你享受不了 只有一個辛苦 那又何苦呢 有很多挑戰的嘛 譬如我最近 講到我的節目 可以訪問很多 關於旅行的Vlogger 他們去的地方真的很漂亮 譬如他們前一陣子去一個山洞 他說要游繩下去 一個很漂亮的山洞 就是拍攝石頭與石頭中間的神光 又是每天早上五點 就要去那個地方 等那個神光出現 很漂亮的 那張照片真是漂亮到不得了 那這樣我就覺得值得 他都說要很早起床 還有你都不是可以坐車去到 你都要自己攀石 但是那種你值得嘛 不是辛苦到你的壞樣子 你剛才那樣是壞到已經沒有朋友 你快去吃藥 那些我真的不行了 我現在嘗試找我有沒有自拍的樣子 我真的是偶像包袱來的 我沒有拍過自己的照片 我真的有 那些樣子的照片真的沒有拍過 我只不停在拍 因為那個辛苦的狀況 是你覺得真的會不值得 而且我剛才想問你 你那個麵包車 基本上整個旅程當中 麵包車是陪伴了你佔一半以上的嘛 但那個麵包車 可能聽眾不知道那種麵包車是哪一種 即是舒適的 即是我們在平時旅行那種旅遊巴 甚至乎可以調低座椅那種 還是坐到直了 跟著車沒有避震 梳化那些 戰獄是沒有了那種 不舒服的 也都不是豪華的 只可以說是坐到人 未至於很 都伸不到腳的 因為都很迫的 這輛車是小的 那不行了 所以就說很辛苦就是這樣 真的受不了的 你搞到我真的不想去 因為原本我覺得 如果有一個很長的 假期的話 我是有想過的 像你所說的人生當中 好像應該挑戰一下這些 比較極遠的地方 還有你沒見過 不要啊 你會死的 真的 很辛苦的 真的不好 所以 我是相當之不鼓勵大家 去西藏和拉薩 因為我上次去日本 去北海道的時候 也是自駕遊 我們也因為 大家有些朋友想打卡 去一些比較辛苦 我覺得也挺辛苦的地方 但是我是挺欣賞去到上去的風景 但是 我的辛苦是不及梁山的 因為我講的 我就算很辛苦 也是講的 早上四點多 四點多要去到集合的地點 五點多就出發 去到的時候 就是中午 就是一早早 就是四五個小時 去到那個很美的環境 看到一個很美的很震撼的風景 拍完一張美照 然後就能吃一些當地的美食 然後就三點多鐘 就開始切碎 然後就離開 那可以當天就回到酒店 就不再需要熬 熬了十幾個小時 我就覺得 真的受不了 哈哈 我很努力想現場找到一幅 我自己自拍在西藏的照片 我其實沒有的 我還未找到 應該有的 但是不要緊 我在YouTube播出的時候 展示出來給大家 是真的很醜 醜醜醜指數 有了 有了 先看看有沒有副房 我怕有副房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拉大他就看不到副房 拉大他嗎 拉大他嗎 拉到這麼大 我要 嘩 這個完全認不到是你很醜 哈哈哈哈哈哈 嘩 這個是認不到的 哈哈哈哈 你現在就這樣放在你旁邊呢 你有沒有這副粗髮眼鏡在手上 就算你現在戴這副眼鏡 我都認不到是你 嘩你真的很醜 好醜 這個人真的很醜 嘩 這個人真的很醜 我很想知道你那些輪廓 本身是在哪 去了哪 嘩真的腫得很厲害 這個 這個不知道看不見了 這個看不到五官 這個看不到五官 這是一個不好的記憶 哈哈哈哈 對於我來說 其實我真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很醜 到底都差不多 用不用這麼辛苦來啊 哈哈哈哈 是真的 因為有時候去到大自然的景色 是你拍完照 我覺得呢 我自己經歷了這麼多次旅行 我覺得 我經常都跟別人說 如果你真的想 你不要問我當地漂亮不漂亮 因為在我的視野 因為你有時是眼見的震撼 還有拍照 拍照拍不到震撼出來的 就是你真的要眼看才看到震撼 所以你呢 旅行 我是建議大家自己去 就不要問人 或者看 那當然啊 如果在這麼辛苦的情況下 可能會有很多分是真的 是啊是啊 不是 我覺得呢 如果你是想跟你女朋友 和男朋友分手的話呢 就可以 是的 你可以跟她 選這個地方去的 一定分硬手 哈哈哈哈 尤其是你跟一些 本身有些公主病底 或者好像梁先生那種 就是王子病底的朋友呢 就已經分隔了 是啊 歡迎你去這個旅行 所以 我想去到拉薩都紛紛的了 已經 就是會做 哈哈哈 真的 是的 但是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 如果能力範圍 還有我覺得做足功夫 就像你一開始這樣說 你做足了身體上面 因為真的有危險性 因為我做這麼足 我也這麼不舒服 是的 頭是沒有不 我是不斷 每天都很頭痛 是很頭痛 這個高山症已經夠辛苦了 更加何況有很多人呢 有很嚴重的高山症呢 是很多時候 十個有三四個都要進去拉薩士醫院 睡幾晚的 所以我覺得真的拼不過 是啊 那很期待呢 在播這條片的時候 展示我的照片 要辛苦ivy姐姐了 是的 是的 好了 那我們下集再見 下集會漂亮 樣子漂亮很多的了 放心 哈哈哈 拜拜 拜拜 拜拜